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我们这个单元我们介绍 回归直线的一个参数的F检定 以及T检定 这个题目是明传财经研究所的考题 那我们来看看题目的内容 张生与林生同做一个题目 然后这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 而且他都对了这个斜率项 这个是β的部分来做检定 那么张同学用的是F检定 求得统计量是指示36 那么林同学他用的是T检定 那么问的是他的统计量 T的指示应该是多少 那这个题目其实如果观念清楚 会很简单 那么我们给各位同学的话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T Student T 它其实就是Z的一个修正 它是等于Z除以下面一个KiSquare 比上了它的一个这个New 就是所谓它的自由度 这就是T 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如果是T平方呢 T平方那么当然就直接就平方 上下平方 这边就是Z平方 底下就是KiSquare 除上它的自由度 那么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 Z平方本身就是一个卡方 以E为一个自由度的一个卡方 也就是说 它其实就是KiSquare 比上它的自由度是E 这是也是KiSquare 比上自由度是New 我们就假设这是1 这是2好了 这是两个卡方分配 各自比上它的自由度的一个比 其实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F 自由度 F有两个自由度 一个叫做E 一个叫做New 所以我们知道的是 在这个简单线性回归的题目来说的话 T平方就是F 那么如果说张同学 他是采用的是F减定 F减定的这个统计量的值是多少呢 是36的话 假设它36 那么林同学用了T减定 他是T平方是等于F 所以是36 那么T是多少 T当然就是正负 根号36 6 T就是正负6 所以T减定所得的统计量是多少呢 有可能是正的 也可能是负的 正负6